从外表上不容易看得到 以前我们寺庙 有个寺庙里头 有一位老和尚 修行蛮好的 从外表上看着非常好 他一心不舍 这历史了 历史的故事 那么他集散了几十年 所有攒的钱 那时候是花小银子 他把它集成一个大元宝 算在腰杆上 岁卧不理 那有一次他解小手 稍微一不注意 这个绳子断了 因为他记了没换绳子 记腰带绳子断了 这一段呢 所画这个岩坨坨呀 就掉在那个 分寺里面去了 那时候我们在寺庙 得接手的地方是大的 大毛峰 大厕所 不是像这个马桶 这毛桶掉不下去了 掉到大粪坑里去 怎么办呢 那这个老和尚 放不下呀 斩了这么久了 跟着他也就死亡了 死亡了 他还有他的道理 有得一并修行 有功力 死了他并没有变 变了一个乌龟 爬到分寺里去了 抱着那个元宝 抱着他那顶印子 我说他给那个 这个是陀梦 他说我因为放不下 贪恋 堕落着 现在呀 我请你帮助救我 这个是在梦中 这是在梦中 问他我怎么救你 他说你 请人把那分子掏尽 完了时候 那个元宝啊 你拿我的元宝钱啊 给这个 剩下的 给我打哉共众 给我忏悔 而师父就照相 这个医院给他做了 做了 做了他就得救了 就卸脱了 但是他还有部分修行 除了贪之外的 他别的功夫 还是很好的 如果没个别的功夫 他也做不到 能给这个陀梦 给自己说陀梦 这是一个故事了 虽然我们在功夫 用功夫的时候 修行时候 你可以检略你的身心 有没有特别专注一项 我说这个故事什么呢 他是专注那一项了 全部精力用到那个 攒钱上去了 如果不是专注一项 不是专注意境 不会有这个现象 那么如何不能把这个专注意境 种到念佛上呢 没这个善根 我们大家 因为对于我们的修行 念佛 或者你专注一行 或者诵经 诵金刚经 天天不断 荣然如是 这叫功力 你乃至于诵一部 尼陀经 那灵命中是绝对生的大 佛怕的什么呢 总断 送送断了 我修行 如果你几十年如一日 专注意门 都可以 我看见一个人 咱不说他名字 也不说人 就是现在的 他对佛 你说他信吗 不信 你说不信吗 他吃大伯咒 我听他念起大伯咒了呀 念得我糊涂糊涂 我不想他念的什么大伯咒 但是他几十年就这么念 活了九十多岁 他也吃肉 他不吃松 但是他灵命中是非常的轻重 他九十三岁吧 那他跟他的儿子 媳妇嘱咐 他说我要死了 我要走了 我不吃了 你们帮助我 我说请师父们念经理 四个我念大伯咒 不要念别人 那他除了信大伯咒 别的都不信 他能够预知识字 知道他要走了 而且走的时候呢 别人像我讲啊 走的时候非常清楚 他说观音菩萨来引导他来了 来叫他来了 接他走 虽然没说极乐四特 那大伯咒就是观音菩萨救他了 他就来观音菩萨把他迎走了 我信佛的人很信 我也很信 不管他别的一些错误 不管他 只是他能大伯咒几十年如一日 只要你有异形法门 这就叫功夫 对 就怕什么呢 要今天修修这个 明天修修那个 往来会是总断 效果就没有了 在这个伍作诺式的末法时代 所以我们要有一门 叫深入 不是整身的研究 你就念一句恶美托 你从来一天没断过 阿弥陀佛还不能接你吗 但是 你得那这大伯自菩萨说的 光念不想 义佛念佛必定见佛 你口里念 心里还得想呢 心想就叫义佛 口里念佛心里想佛 这大伯自菩萨一定能见佛 这是得冷眼睛啊 二十五元通 大伯自菩萨说 他正得元通 就是一念